跟你说真的呢 没有过去现在未来 再跟你说 也没有说法界一阵状怨 所有的一切境界像啊 就在当下的 你 四十真相啊 佛在经上长讲啊 大臣经教长讲啊 可是我们听不懂 我们觉得这个境界不可思议 说佛嘛 也不敢否定 这个话是假的 不敢说是假的 但是没办法承认 这个境界 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的 这真相 你能够把执着分配 起心动念放下了 这境界就学现了 确实 有不少人 刹那之间 不起心不动念 这境界就学现了 念头才一动呢 境界就没有了 就不清楚 不是换究啊 我们现在才叫换究啊 那是四十真相啊 智者大死 宋发华 身心豁然 得如发华三昧 清静临山一会 也然会散 后驻天台山 创天台宗 临宗又写西下 趁念 弥陀 观音而及 这是简单的介绍 天台 智者大死 这是天台宗 也叫发华宗 一位非常重要的 人物 天台宗的 圆满 建立 可以说是在 大死 手中完成的 传记里面 有这么一段 记载 他有一天 送发华金 读到 药王菩萨品 入定 这个入定 这个定 就是发华三昧 定中 这个境界 突破了 时间跟空间 所以他就见到 释迦牟尼佛 在 临旧山 讲发华金 他参加了 这一会 就是这一堂阔 参加了一堂阔 听完之后 出定 回来了 告诉大家 释迦牟尼佛 临山一会 和美山 还在讲 这是什么境界 这是华严经上 是学门的境界 是学 设施代表圆满 玄是学庙 不可思议 一届识都 多届识意 他的圣门 一门入了 门门都入了 妙则是什么 妙则同时 同处 这是什么 这是宇宙人生的实相 六道凡夫 心目当中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这不是真的 这是假的 跟你说真的 没有过去 现在 未来 再跟你说 也没有 设法界 一阵状 所有的一切境界像 就在当下 就在当下的 一阵 四十真相 佛在经上 长讲 大臣经教 长讲 可是我们听不懂 我们觉得这个境界不可思议 说佛们也不敢否定 这个话是假的 不敢说是假的 但是没有办法承认 这个境界 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的 这真相 你能够把 职责分别 起心动念放下了 这境界就学现了 确实 有不少人 刹那之间 不起心不动念 这境界就学现了 念头才一动 境界就没有 就不现前 不是幻觉 我们现在才叫幻觉 那是四十真相 那么由此可止 分别执着 妄想 把我们可害惨了 这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自作自受 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于宇宙之间 有没有六道轮回 没有这个东西 也没有舍法界 一阵状炎 精干经上讲得好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眼 这是真相 什么时候正得的 原教粗诸 别教粗地 我们学福 要以这个为目标 说什么 这四季总得要知道 如果不真的 在经典里面 我们读诵 以恭敬心来读诵 你也晓得有这些事情 可是不是自己 证悟的 是从经界 经教上面 这些信息 我们明白了 有这么回思绪 不得受用 正得就得受用 智德大师的视线 是正得的 亲正的 宇宙之间 从信体上讲 空无所有 从其用上讲 真的是 无量无别 无速无尽 没法子实的 显示出 心体 它是真的 含藏着 无量智慧 迷了就变成烦恼 无量的 都能 迷了就变成早夜 夜夕 无量的向好 迷了就变成六道轮回 它是一不少 倔迷不同 倔悟的启用 石暴撞烟土 一针发戒 你了起作用 看你迷的深度 你了起作用 迷到底了 那个作用是阿弥迪 迷的最轻的 社发戒里面的 佛发戒 前身不一样啊 说石 是把它归内 大分为石 每一类里头 都是无量无别 我们同样是人 迷的程度在一个层次 可是人 有富贵 贫贱 贫贱不一样 差别太大了 那是什么 也是迷的前身 不相当 那平常不是说造业吗 没错 你不迷 怎么会造业呢 迷的有前身 所以造业不一样 迷的深的 造卧业 迷的浅的 造善业 不一样 迷雾不相同 所以佛叫众生 叫什么 帮助他 破密开悟 这是佛陀教育 佛陀的教学 我们不能不知道 那么以后 智者大使 建立了天台中 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 临终又歇续想 临终的时候 跟释迦牟尼佛 实现的是一样 趁念 弥陀观音 耳目 智者大使 这四种念佛 他是用观想念佛 他不是痴迷 观想念佛 一十六观念 他往生 西方 极乐世界 所以天台中 以后的 这些祖师大等 很多走的时候 全是念佛往生 包括在近代 我们看到地形法师 谈虚法师 宝静法师 这些天台中的 全都是念佛 往生前的 那么由此可知 净土中的殊胜 养灾 安 你 阿弥陀佛